可是信心怎么建立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善根 一听到就真信 就不有怀疑 那是善根佛德身后的人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善根佛德 过去生中多生多结束修 那我们的善根佛德比不上他们 那现在只有一个方法 一定要多听见 多读见 古人唱诗 读书千遍其意自见 念上一千遍 心就定了 心定了 信心就渗了 用这个方法来补足我们的缺陷 听讲也是如此 不是听一遍两遍三遍就了事了 我听过了 不行 你也得听上千遍 听上千遍是什么 你开悟了 不是别人帮助你开悟啊 是你一千遍念下去心定了 你忘念没有了 咋念没有了 清净心心前了 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大切大悟 是这么个道理啊 你要是经帮助我开悟 那我念前面 十遍二十遍怎么不开悟啊 为什么一定要 一千遍两千遍呢 或者那个开悟不是经的问题 经是一个正上语 是一种方法帮助你 帮助你得清净心 帮助你把杂念念掉 帮助你把妄想念掉 杂念妄想念掉了 真心就先进 真心用事就开悟 这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我们心定不下来 永远不会开悟 这个话 世尊在大小晨清里 读书过 智行一出 无私不斑 那最大的事情 见福 成福 只要你把心定在一出 你就能做到 你就能见福 你就能成福 所以 精群六同 今讲到这个地方呢 这就是 劝信流通啊 劝我们相信 特行佛愿 特别 显示出 阿弥陀佛的本源 独唱痴迷 常提倡 修行的方法 不提倡别的 就提倡 专念这一句名号 这一句名号 是宝啊 三宝当中的法宝啊 无上的法宝 法宝之中的法宝 就这一句名号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没人知道啊 我们搞了几十年了 逐渐逐渐 才明白了 这个明白的来不容易啊 得到之后 自己醒过来了 摆在面前 是一条 臣服着大道 再不会走拼 再不会走斜了 从今往后 一个目标 西方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我们自己明白了 那要报佛恩 要报祖师的恩 怎么报 自己真感 还得菩萱流通 希望所有学佛的人 都把这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他一生决定成就 不会再走弯路了 孤成为后相 最后留同分 跟初相 中相 后相 同等 没有差异